你知道电位函数 知道电位函数 你可以求电场 比如说电位如果是用迪卡尔坐标表示 你就这样子做 它就是电场 如果它是用求坐标表示电位 你就把它gradient用这个来表示 gradient 负gradient 负号在这 gradient就是用正的这个 如果圆柱坐标的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知道V的话 E就等于负gradient的V 这个用的太多了 用的太多了 我们等等从题目里头 做题目里头来帮助各位了解 另外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 你知道V可以求E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从 Divergence Theorem 不是Divergence Theorem 我们用这个 Gauss Theorem Gauss Theorem 不是Gauss Law Gauss Law 里面的微分形式是这个 你把这个E带到这里来 那它不就是变成 Gauss Law 那这个式子 以后我们会解一大堆的 Gauss Law 这个密度的分布状况 你可以求这个空间的电位 Poisson Sequation 我们会解 如果这个空间是真空没有自由电荷 零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变成零 这叫做Laplace Sequation 我们也会解 这个会解很多题目 很多题目 这也是求电位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说 你知道电荷的分布 可以直接求电位 或者是 这空间没有电位 它是满足 某一种的边界条件 这个都要满足某一种的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来求电位 那就是用这两个方法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配合边界条件 来解电位 那解电位之前 我们先讲 电位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特性 你要先了解 就是电位 它有连续性 比如说我们有个电位函数 它跟假定这个电位 我们简单一点 它只是跟R有关 这个坐标有关 它的函数曲线是这样子的 函数曲线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取一个点 就是在R0的这个地方 取一个点 那我们看到 这个点左边 这个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切线 你从这边过来 切线的邪律一直在改变 你从这边过来 它的邪律也在改变 但是等到你这两边 同时approach到这一点的时候 那这两个邪律要相等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一点应该是同一点 那就说 这个是一个相连续的 这一点也算是它的函数里面的点 也算是这个函数里面的点 所以这个叫连续函数 如果这两个函数是这样子的 这个曲线 它的邪律到了这里 跟这个邪律到了这里 不一样了 两个不一样 那就表示这两个点不相同 那就表示 你这个函数这两个曲线 在这个地方不同一点 那就是不连续 不连续 好 那我们说电位为什么要连续 为什么不可以是不连续呢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这是连续电位 这是不连续电位 我们刚刚分析了 因为电场跟电位有这个关系 我们简单一点来看 假如电位仅仅是R的函数 那么电场就等于这个字 你如果不是R的函数 不仅仅是它 它是球坐标里头 又有θ又有φ的话 你这个对R做微分 要做偏微分 那现在我们假定它只是R的函数 那你就做这个 Ordinary Derivative就好了 这个就是什么 dV over dr 就是这个电场函数上面 任何一点的邪率 负号就表示 这个邪率是负的 好 我们看这个图 在R等于R20这个地方 它的邪率是这个样子 这个邪率是负值 这个邪率是负值 然后它变成负号 就变成正的 对不对 正号 好 你看这个邪率 它是一个有限值 因为邪率是什么 是这条线跟水平线 夹角的正切函数 Tangent Theta 如果你现在负号的话 就变成这样的一条线了 它的邪率 这个Theta角在第一向线了 是有限值 那就是说 这一点的电场 是一个有限值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看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不连续 那这个 这一点到这一点 就是说在这一点的邪率 是一个垂直的 它是一个无限大 无限大 那就是 这是无限大 那就是负的无限大 因为这一点 跟这条线 跟水平加90度 Tangent的90度 无穷大 那就变成说 如果你电位函数 是这样的话 在这一点的时候 电场会受一个利 电场就是无穷大 就是说你单位正电荷 在这个地方所受的利 是无限大 那这个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你这个静电场 是由电荷的堆积而产生的 你有限的电荷堆积 你总 我们电荷在怎么样都是有限的 有限的电荷堆积 在空间产生的电场 怎么会是无限大呢 就是它作用在这个单位正电荷上的利 绝对是有限值 不会是无限值 所以这个就不合理 不合理就表示说 电位这个函数 必须是连续的 所以电位有连续性 OK 电位需具有连续性 现在我们开始做题目 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做 比如说有一个电荷级 Q跟负Q之间的距离是2A Q负Q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2A 这一对叫做电荷级 它的终点在这里 终点在这里 那么这个P呢 就是说Q乘上2A 就是它的dip moment 就是电荷级矩 它是从负的到正的 我们就表示说 这个荷级在这里 它有个荷级矩 方向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以它的终点 两个电荷距离的终点 作为参考点 R的方向取一个P点 这R距离O点是R远 它跟dip moment之间的方向是θ 我们要问 当R远大于这个A 远大于或者大于2A也可以 就是这个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要比这个电荷级的距离 要大的很多很多的时候 求Z点的 P点的 电位跟电厂 电位跟电厂 这个图显然是 我们有点夸大 其实这个2A没有这么大 2A没有这么大 它是R如果这么大的话 2A只有一点点 我们没办法 只好花这么大了 好 现在要求电位跟电厂 然后画出电力线跟等位线 那我们现在怎么着手去做呢 首先我们就看 你要有电厂的函数 有电位的函数 你才能画出这两个 对不对 才能画等位线跟电力线 那我们就先求电厂跟电位 好 当一个问题 要问你 同时问你 电厂的值跟电位值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值 你同时要求的时候 那你就想想看 我电厂有什么方法 电位有什么方法 你都把它算一遍 比如说点电厂的电位 点电厂也有电 点电荷的电位 点电荷也有求电厂的方法 然后一群点电荷也可以求电位 一群点电荷也可以求电厂 然后连续分布的电荷也可以求电位 连续分布电荷也可以求电厂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是照我们刚刚讲的 这三种方法 求电位容易呢 还是求电厂容易呢 因为这个是什么 一群点电荷 如果照一群点电荷来 来看 求电位比较容易 求电厂比较不容易 因为电位是什么 是存量 电厂是项量 一群点电荷 就是电位加起来比较容易 存量加起来 电厂要加起来是项量 比较不容易 当然要先求电位了 如果用一群点电荷来做的话 我们是先求电位 知道电位还可以求电厂 那连续分布的电位跟电厂 这不适用了 因为这个不是连续分布的 那还有 知道电厂可以求电位 知道电位也可以求电厂 这是我们前面学的 那我就先求电位 再求电厂 分析完了以后 我们就求电位 V 这一点的V 它是一群点电荷产生的potential 一群点电荷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 是等于这个 那这个只有两个电荷 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正电荷的S 我们用S plus 负电荷的这个 S我们用S minus 因为这是存量 所以这个就是存量 那么电荷有正的 有负的 那是等于这个 但现在这个S plus S plus是什么 S minus是什么 那我们就看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这一边根据余玄定理 这边的平方 要等于这一边的平方 加这一边的平方 减掉两边 这层级两倍的 层级的两倍 在层上 这个角的余玄两数 这是减掉 减掉两倍的 A R cosine Theta 余玄定理 OK 好 然后 我们把R平方提出来 这边是1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 因为我们这里要的是 S plus分之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颠倒一下 然后开平方 那这就变成S plus分之1 这就变成R分之1 这个括弧就是负二分之1 那我们这里说过 因为R远大于A 那就是说 这个量跟这个量 这两项 都比1要小很多 因为A比R小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展开 展开 这个R分之1在外面 里头就变成1 减二分之1 乘上这一下 后面还有 后面就是 负二分之1 乘上 负二分之1减1 然后被二阶层来除 再乘上这个的平方 这个我们就先不要用 先用这个看看可不可以 先用这个看看可不可以 这个是S plus 那S minus呢 也是一样 你就看这个三角形 所以S minus是等于A平方 加R平方 加上两倍的 AR cosθ 其实应该是 其实应该是 减掉两倍的 AR cosπ-θ cosπ-θ就等于 负cosθ 所以是这个 于是我们这两边 都开平方 然后再把它 颠到导数 求出来 求它的近似值 那我们有 S minus分之1 也有S plus分之1 我们就把它带到 这个殿位导数里面去 带进去 你看一带进去 那么这项约掉了 这个 就是说 我们就带进去以后呢 只有这一项 是存在的 因为它这个 它减掉这一项 它减掉 这个减到这个等于0 然后 那么 这个 带到这里 这个 这个是负的 就是说 S plus分之1 要减掉这一项 1减1减掉了 OK 然后 这个 复复 然后 这个加起来 就变成什么呢 这是P 就算 最后变成这样的东西了 那这个R 乘上这个R平方了 里头的这个2A 乘上这个 2A乘上这个 它就是等于 Diple Moment 那Diple Moment P cosc 它可以写成P 都的R Univector 现在是这个 这个 就已经求出来了 这一点的电位 如果用 这个可以说是极坐标 表示 就是这个量 你如果要计算 Theta跟R Component的话 等等我们要用这个 求它的电厂的话 是用这个算 你可以写成这个 因为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你电位已经求出来了 那我们就由电位来求电厂 电位来求电厂 那么你不管你是用 因为刚刚那个 其实我们要用这个 球坐标来做 因为它的电厂极矩 很小很小 R 这个R可以在这里 可以在这里 可以一圈 对不对 用球坐标来说 球坐标 Full Gradient V 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的E呢 我们的V呢 是只有 Theta跟R Component 只有这个Component 所以 它只有这两个分量 这个分量没有 所以我们看它的 R Component 就是Full Partial over Partial V over Partial V V 就是这个 对R做 偏为分 那Theta不变 R平方分之一 做一个 Partial Derivative 所以就变成 负 R三次方分之二 所以 R Component 就是这个 好 Theta Component 不要忘记这个量 很多时候 我们求Theta Component 就只写这样子 只写这样子 这个不要忘掉 它是V 被Theta做偏为分 这个时候 这个都当作常数 这个当作变数 那它就变成 Fu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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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 平方还在 所以就是 ER Component EC的Component E Phi Component 等于零 因为这个里头 不含有Phi 于是我们就说 电厂 就是这三个Component 的象要合 这个等于零 对不对 这一项是零 它就是这两项了 就剩下这两项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 这个存在一个 R Univector 这一项 存在一个 Theta Univector 加起来 我们可以把 共同项提出来 这个就是在 括弧里头的 这个就是电厂 好 电位也求出来了 电位就是这个 电厂也求出来了 好 第二个 Part B他就问 等位线 等位线 的函数是什么 Equipotential line 什么叫等位线呢 就是说 凡是空间 电位都相等的 这个点 集合起来 集合起来 它是一条 线状的 这条线叫做 等位线 或者说 我们有一条线 不管是直线曲线 线上每一点的 电位都相等 那么这个线就叫做 等位线 如果是一个面的话 不管你是平面 还是曲面 如果这个面上的 电位都相等的话呢 这个面叫等位面 如果一个体积 里头每一点的 电位都相等 那个叫做 等位体 Equipotential volume Equipotential surface Equipotential line 那么电偶机的 电位是这个 电位 那么它现在要 说等电位 它的等位线 等位线就是说 它电位要等于 一个常数的线 那我们就另 这个值啊 大小都是V0 大小都是V0 OK 等我们画出来就知道 正V是一半 负V0是一半 那么假如它是 等于正V0的话 就是这个量 等于Positive V0 如果是负V0的话 就是这个量 就是电位 那等于负V0 那我们从这个式子里头 反正这就是V0了 我们等等画 等位线的话 我们就不用正负 等等画出来 我们自然会知道 有正负 它就是R平方 那等于Pcositive theta over 4πη0V0 这个就是等位线 的方程 V0是一个常数 Zeta等于多少 R是多少 你看 你Zeta等于一个值的话 但R有正负两个值 我们现在就取 Zeta 等于我们会看到 Zeta在0到2π的时候 去正值 二分之派到二分之三派 这个地方 我们取负值 小于这个 就是这个大于 就是二分之派到二派之间 到二派之间 这个是去负值 等于我们图画出来 就比较看得清楚了 因为Cosin Theta 你如果这个是 在这个范围里面 本来就是正的 就是正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V0也取正的 那就是正值 那你才可以开平方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是负值 那你V一定要取负值 负负才会等正 这个才能够开平方 你不能这个负这个正 这个正这个负 那负号就不能开平方 开平方它是一个虚数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先看电力线方程 等一下我们再把 等位线跟电力线 画在一起 所谓电力线 就是说 你在空间 可以随便取一条线 就是说你不是随便 你有一个电荷的分布 你在空间一定可以 找到一组的弯曲线 这个弯曲线 不是随便乱画 而是它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线上面 任何一点的切线方向 一定是这一点的电场的方向 你照这样子的条件 画出来的线 我们就称它叫做电力线 好 现在我们假定 它有一条电力线是这样子 我们随便画 你现在不晓得它的函数是什么 只好随便画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一点的位置 根据它的参考点 是在这里 在这里 这是R R向量 这一点的切线 就是电场的向量 那么根据我们电力线的定义 就是 电场的方向 就是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DL DL切线方向 是电场的方向 那就这两个向量 同一个方向 好 那我们就把DL 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在R方向上面 一个是在θ univector方向上 这个方向上的大小 就是DR 这个方向上的大小 就是R Dθ 那电场呢 我们也分成这个分量 跟这个分量 在R方向上的分量呢 就是ER θ方向的分量就是Dθ 因为这两个是同方向 所以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是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 对应变成比例 所以DR 比上R Dθ 要等于ER 比上Eθ 等于这个 OK 那么现在我们根据 电场的分量 我们刚刚不是写出 电场的分量吗 有R component 有θ component吗 那两个component的比值 就是这个 跟这个 这个在ER里面 这个在Eθ里面 就有这个关系 那现在我们就 拿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我们来积分 RDR在这边 然后这个Dθ 乘过来积分 乘过来积分 我们都用什么积分呢 用不定积分 这个R 分之DR 积分就是logR 这个 cosθ Dθ 你可以把它看成 sinθ Dsinθ 所以sinθ 分之Dsinθ 就是logθ log3θ 2 就是两倍的这个 两倍的log这个 那这个积分 要加一个常数 这个不定积分 也要加一个常数 我们就把这两个积分常数 合并 就算它是logC 然后我们把2 就变成 3平方θ 这变成log 2 log3θ 就是log3平方θ 然后log3平方θ 乘上logC 就有两个相乘 logC 乘上3平方θ 于是就有这个 logR等于logC 3平方θ 那么我们就有 R等于C 3平方θ 这个就是它的 电力线方程 电力线方程 OK 这个是个常数 好 现在我们 这个是电力线方程 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有箭头的 这一组 虚线画的这一组 是电力线方程 电力线方程 R等于θ 这个方向电场都是零 你看R90度 电场 是这个 θ90度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地方的 电场都是这个 切线方向 像这个电场是这样子 这个电场这样 这个电场比较小 这个地方的电场最大 因为它 这里就是这样子的 现在等于零 这是最大 不是零 最大 因为这个是零 R就是零 在这里 这样子的 那么 那么 θ呢 它一个值 这三平方θ 就是可以 可以是正的 就是说 你是正值跟负值 都是一组 就是一组 OK 你cita是正的 cita是负的 这两个画起来 就是这一对 然后再来 这一对 这个就是 电力线方程 然后等位线 等位线 等位线就是这 这一组 等位线就是 就是我们刚刚 刚刚画的 我这里没有写出来 没有写出来 那么我们从这里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一件事就是 你看 电力线跟电位线 处处都垂直 等一下我会证明给各位看 等位线 就是按照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等位线的函数 OK 那么画出来的线 处处垂直 你看处处都垂直 好 现在我们就证明 刚刚那一题 就结束了 我们求出电位 求出电厂 也画出电力线方程 等位线方程 那么我们线上就看到 等位线 处处跟电力线垂直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性呢 我们底下要证明一下 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证明一下 等位线跟电力线 处处都要垂直 我在这里 假定这个面 这个整个的面 是等位面 就是说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个位置 它的电位都相等 像这个 VA等于VB 也等于这个位置的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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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都相等就对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VA-VB 等于 就是这两点的电位差 是等于电厂 是等于电厂 原作 这两点之间 任意的路径 积分的值 那因为它是等电位啊 所以这个 VA-VB 就是零 那就说 这个是一个零值 积分是一个零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 随便画两个路径 路径一 假定 我圆路径一的时候 某一点的电厂 是这个方向 DL是这个方向 圆这个积分 也是零 圆这个虚线部分积分呢 也是零 那就是说 这个积分 如果等于零的话 它可能的情况是什么 可能的情况就是 电厂等于零 出租等于零 电厂处处等于 当然是零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不是零 这个不是零 那就说 电厂不是零 那位移也不是零 我都从这里移到这里了 怎么位移是零呢 这两个都不是零 这两个都不是零 就是DL 这个大小都不是零 那这两个 就这两个项量 大小都不是零 但是它的积分 是零 而且 积分是零 我可以说碰巧 这一条都是零 但是它不会那么巧 每一个 每一条路径 只要是连接A跟B 路径经过这两点 都是零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就表示 这个只很等于零 这个很等于零的话 那这个大小又不是零 这个大小也不是零 那一定是什么 这两个项量互相垂直 那就是一 一定跟这个DL垂直 DL就是路径 一定在这个面上面 对不对 这路径一定在这个面上面 电场不见得 那电场一定要跟这个路径垂直 那就是电场一定要跟这个面垂直 所以电场必定要跟面处处垂直 OK DL一定在面上面 那是电场不见得 可是现在 两个DL等于零 那就是电场怎么样 要跟这个面垂直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假如我们有Q的电量 均匀分布于半径为R的圆周上 在经过圆星与圆面垂直的轴上 距圆星Z远处 P点的电场跟电位各为何 就是说我电荷分布在这个圆周上面 现在有一条线 经过这个中心点 而且跟这个面垂直 那我们就说这是中心垂直轴 我们立场叫做Z轴 上面有一点P P点距离圆点是Z远 问这一点的电场跟电位是什么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这个问题 刚刚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如果电位跟电场同时要做的话 你当然先把电场电位都算一遍 各有什么方法 比如点电荷的电位跟电场 一群点电荷的电位跟电场 连续分布电位的电荷跟电场 高市定律只能求电场 好 那我们看这个电荷是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电荷 它有求电场的公司 也有求电位的公司 哪个容易呢 电位比较容易 因为电位是存量 电场 两个不同电荷基数在这里产生的电场 它是两个向量 要求向量核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就先求电位 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先求电位 取电位 电位就是这样子了 你这样要取一个DQ了 你这个DQ取在哪里呢 比如说我现在取在这个 圆轴的顶端 就取一个点叫DQ 这个S是什么呢 S就是DQ到P点之间的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那我们现在知道不止这么一个DQ 好多个DQ 每一个DQ在这里都会产生一个DV 都会产生DV 那这个V是等于什么 它的总电位是什么 那我们先把这个S 因为你每一点到这里的 这个距离都是S嘛 那么这个S 它跟S不是它给的 S是我们自己定的 那么它给一个圆轴的半径 还有这个距离 所以S呢 是等于Z平方加R平方 才更好 那么这个积分 就是说这个DQ在这里产生的P 那么多个DV积分 就是做一个 就是总积分 因为你这个分布是一个封闭路径 所以我们就写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就等于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这些都是常数啊 可以提出来啊 那里头就是DQ啊 那整个路径上的Q 全部加起来就是大Q嘛 所以这就是大Q嘛 所以DV就是这个 V就是这个 这就是P点的电位 那现在V知道我们可以求电厂 E等于这个 负的gradient V 那么因为V 我们现在看这个 是一个迪卡尔坐标表示 或者圆柱坐标也可以啦 它呢 仅仅只是Z的函数 所以呢 我们就 它就等于 应该是partial V over partial Z 迪卡尔坐标是这个 圆柱坐标也是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 随便你把它当作什么坐标 然后 我们就把V啊 带进来 DZ 然后这个V 这个积分 积出来就是 这个微分就把这个微分一下了 这个微分就各位自己去微分一下 它就是这个值了 这个我们在求电厂的时候 直接有电厂的方法求过 就是这个值 所以 电位 知道了 电厂也知道 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 电位比较容易的时候 做了 我们就先求电位 然后再由这个式子 从这个式子 由电位来求电厂 好 我们再看 均匀 分布于半径VR球面上的电量 是Q 要求球内 任意一点的电厂跟电位 这个 是一个球 球面 上面的电量是Q 是Q 现在我们要求 这个里头 跟这个外头 任何一点的电厂跟电位 像这种问题 我们要做的时候 也是一样 你不要急 你把球电厂跟球电位的方法 都算一下 然后就问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电位 什么样的一个电荷分布 它是分布在球面上面 所以它是连续分布 连续分布的电荷 要求电位跟电厂 当然我们用连续分布电荷的电位 来先求电位比较容易 因为它是纯粮 电厂是像样比较不好求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个电荷分布是球状的电荷分布 电荷分布如果是有某一种对称性的话 那电荷分布的电荷分布 那简单的多了 那比这个连续分布电荷球电厂要简单的多 所以我们就用高斯定律 这个我们前面做过 第二章做过 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 我就把这个结果写出来 由高斯定律可以得到 在外面一点的电厂是这个 里头的电厂是零 你知道电厂以后 要求电位 那我们就用什么方法呢 用这个式子来求 那我们先求外面一点 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电厂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是外面来求 外面一点 外面的电厂是这个 求外的电厂 从A点到B点 你把这个带进来 在这里 我要勉励各位 你做题目一定要画图 你不画出来 人家不晓得你这个是什么符号 不晓得 因为这个DL 人家可以用DS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个积分 从A到B 你没有图 那什么叫做A 什么叫做B 那S unit vector又是什么 DL又是什么 你看看不懂 所以你要把图画出来 从A到B 这个积分路径把它画出来 这就是积分路径 这点就是A点 这一点就是B点 OK 那 这个就是任意一点的电厂 那这个就是在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位移 位移就是跟这个点要切线 在切线方向 你这么画出来 你那就看得懂了 你这是什么 好 然后 我们说S dot DL S 是这个 S 这是univector 就是这个方向 DL dot Ds 就是 DL在S方向上的分量 就是DS 它的分量就是DS 所以这个就变成纯量 然后这个积分呢 就是S A 分之一 减S B分之一 这是负S分之一嘛 然后你这个用DS的话 你这个 这个我 这个应该写 应该写 S A到S B S A到S B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 你求到这个地方 还没有知道电位 你只知道A B两点的电位差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要求电位怎么办 好 那我们就以前说过 电位 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地方的电位 等于零 那另外一点的电位 就是那一点 跟零电位的这一点的电位差 所以我们就设定 设定 S B在无穷远 因为它S A S B都在分母 所以它这无穷大的话 可以使得这个分数等于零 所以我们就设定 好 B点 假定它是无穷远 那B点的电位就是零 那A点呢 我就当它是空间任意一点 S的位置 它的电位 VA就是V 你把这个字带进去 我们就可以知道 SA VA就是V VB就是零 所以V就等于这一边 这个是无穷大 就是零 这个是S 就是这个字 所以V就等于这个字 这个是S 大于等于R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球外一点 现在是假定什么呢 无穷远处的电位等于零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内部 球内部 球内部也是一样 我们还是用这个式子 VA-VB等于E到DL 从A到B的基础 你也画一条路径 那A点就是这个 B点就是这个 A点的电位叫VA B点的电位叫VB 在任意位置S的地方 电场是E 这一点的切线方向是DL 那这个就可以七分了 因为这个是零 而零的话 那就是E到DL等于零 可是这个E不是零 DL也不是零 所以这个就是零就对了 因为这个DOT起来 因为内部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就是零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E就是内部了 内部的E等于零了 这个等于零的话 这个就是零了 零的话就是VA等于VB VA等于VB 那不但是VA等于VB 你也有CD点也是一样 VCE等于VD等于什么 那就是说 里头所有的点 它的电位都一样 我们令它叫电位都是V 都等于一个C 等于一个常数 那问题是这个常数是什么 这个常数是什么 好 那我们现在不能够再假设 不能再设定了 设定只能设定一次 外面设定好了 里头就是不能再设定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用 电位有连续性 在外面的电位 用刚刚那个式子 里头的电位等于常数 那我说 在这个交界面 就是这个表面 它又算外面 又算里面 所以它算外面的话 它算外面的话 用刚刚这个公式 算里头的话 是用这个 那么现在当它在表面上的时候 就是C要等于这个值 S等于R 这就是C值 C就是这个常数 因此我们就知道 内部的电位 就等于这个值 S小于等于R 因此我们就把 大于大R处的电位 跟小于 大于等于大R处的电位 跟小于等于大R处的电位 我们都求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 把这个球面画出来 Q在球面上 它产生的电场 跟电位的函数 我们都能把它 曲线都画出来 你看它里头的电位是0 外头的电位呢 是跟S的平方 称反比 所以0到这里 这个S等于R 大R 然后成Exponentially Decay 掉下来 电位呢 这里头它是一个常数 外面是跟R的一次方程 反比 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大常数 所以我们看它的电位 是连续的 在这里 电场不连续 电场不连续 电场可以不连续 电位一定要连续 好 这个是这一题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样 下一次我们再看另外一个题目 另外一个题目